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是Eric来主讲呢 就是大家对于和平先生的普通话和颜值都提出了微词 结果现在Eric来了 结果我们的普通话和颜值的水平都直线提升了 希望您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Eric都会作为我们华尔街论坛节目的常驻嘉宾主讲人之一 所以首先欢迎Eric 当然如果您在屏幕前没有办法鼓掌 欢迎Eric 欢迎您给我们打赏 表达对于Eric的喜爱 以及对和平先生正式退休 临时退休的满意 临时退休 临时退休 也许他卷土冲来未可知 那么今天要再收获到我们的这个 要跟大家聊的几个话题 那么刚刚过去一个周末 可以说是积攒了不少的新闻 在整个周末 我和小杨还有Eric 在群里聊 到底应该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话题 这个Eric第一次上台主持节目就问 说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一个提纲 我提前准备一下 结果我们这个华尔街论坛还真的没有提纲 为什么呀 因为新闻变得太快了 等提纲列好了 也许现成的新闻就已经过期变质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最新最热的话题 那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几天 小杨关注到了哪些热点话题 我们就是上个礼拜周末之前 我们也说了四川川域地区的热浪导致的限电危机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 四川是有一个限电是先暂时先限到20号 但是呃我们都知道这个限电还是会持续的 就是因为他的热浪还在继续 那么在这周呢就是四川金信厅 呃中国国网四川电力公司 他们在20又发布了更新了一份文件 他们的这个限电还要再持续一周 那么限电的意思就是呃生产生产用电 要让位于生活用电 就说大家在家里的这种呃乘凉 这种吹空调的电力是要得到优先供应的 但是这就苦了很多呃在呃商场 或者是在呃这种工厂里工作的人 那么我们也找到一段视频 这是一个参观的老板 那他就抱怨本来七八月应该是旺季的啊 大转快转的时候 但是因为限电他的餐馆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只能在六点之前就是下午的六点就要被迫关门回家 对那我们先看看视频 嗯 刚说完整个广场没有空调不开灯 我们到底还坚持开店的意义是什么 结果现在就通知我们说的是整个区域 我们广场内是没有电可用了 呃要求都是我们就是看能不能保证冰箱的一个用电 因为有很多食材嘛 我们像我们我们店的话都有十几万的货都在冰箱里头 所以这个很担心 所以大家看 就是为了保证 为了保证民用电吧 说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成都会这么的趋电 没有电可用 现在真的是成都的天气太热了 而且今年的餐饮真的是太难了 我们好不容易经历了疫情 然后现在又直接来一个限电 我们真的七八月份整整的一个旺季 所有餐饮人都盼望着这个旺季 结果这个旺季玩完了 聊聊聊 直接让我们六点钟 现在是六点中 六点半 正是上课的时间 整个广场要求我们闭店回家 参与人太难了 真的是在杜劫 没办法 你看 家家船都关了电了 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这位女老板 他一直在擦汗 kyo说明这个不只是没电没有空调的问题 inge不了的问题 他站在这个商场里 他本身的这个环境都是没有那么适宜的这么一个温度的 这就不仅是一个他也提到了他才熬过疫情 那么现在还又遇到限电 这可能就是一个 他们他我希望这个电能撑下去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尤其他提到了一点就是 可能冰箱里面储存冷藏冷冻的食品 这些电都没有办法供应 那么知道这种这种商场里的每个店 那可能跟独立的那种门那种门铺店不一样 他可能没有办法在里面做一个柴油的那种发电机 来共做一个备用的电力 因为产生的飞气可能没有办法排掉 对对对 而且噪音也很大 噪音也很大 我不知道商场会不会有这种规定 但是还有什么人比现在穿越地区的热浪中熬 就是杜劫的人更惨的那可能就是四川的一位中考考生 因为我们留意到在7月份传出的这个四川上海考生不好意思 是一个上海的中考考生 我们留意到在上海7月份的时候呢 传出一条一条消息就是说上海的中考的数学卷有泄提的嫌疑被举报了 那么当时这个上海地区的这个上海国子监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 国子监 真的叫国子监吗 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或者什么样的名字 对他们也说也留意到确实有这个情况正在调查 那么一个月一个多月之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确实是有泄提 那么泄提的原因或者是说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泄提的人抄提的时候抄错了 对然后这个泄提其实呃无论每一年说中考或者高考也多么公平 呃在公平之后有有有没有那种幕后的故事我们是都不知道的 那么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一次抄提抄错了才会被大家留意到才会曝光 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在我们再把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在7月12日的时候呢上海中考数学考试结束的当天上海中考数学泄提这个话题 就成为了呃社交媒体平台议论的一个热点 那么有一个微信的聊天截图显示呢上海市某中学的朱老师 在7月6日发出来的两道题和今年的上海中考数学卷最后两道大题 几乎完全相同疑似泄提 当日晚上7点的上海市教育局啊考试院的官微就是我们看到的国子监就称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 因为我们知道谢提是一个刑事案件了 对 那么到现在 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调查结果啊 咱们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是的 首先呢先是啊说这个谢提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是有这样的一种相互帮助的关系 那么呢啊其中一位呢是就医者另外一位呢是医患者 结果这个就医者呢有一些这样的在印刷厂工作的经历所以可以接触到试卷 结果根据这个警情通报来看呢 这个就医者呢是出于对于医生的报恩心理 答应给这个医生帮忙 结果将事先准备好的手机就带入了印刷厂 把有关的这个题目呢就进行了提前的预知 结果之所以这件事被曝光出来是因为在抄题的时候抄错了 这个题目里面那个本来这个算是啊什么是BX 结果他被抄成了6X 然后呢抄错了之后呢 哎大家就说这题怎么做呀不会做呀 老是在群里面发了 结果反而是这样走漏了风声 整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十分的离奇 那么这个事件啊之前我们在华尔街网报中一旦为大家介绍了 所以在今天啊也不再做更多的 简介 但大家看到我们题目里面说北京多地京线反动雕鱼 那么这一点呢恐怕是很多朋友很开心的事情啊 不能说是开心只能说是关注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想要减料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也找到了就是一些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 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地时间的8月22号 在北京望京或者是北京朝 呃在北京朝阳区望京街头呢有很多 核酸亭那么其中就有一两个核酸亭呢被写上了 啊不自由污宁死这样的标语 这叫反动标语吗 呃因为这不能叫反动标语 这是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价值观嘛 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到处都是敏感词啊不是这个标语 出现在六四时期的 呃所以呢所以呢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有种错觉 但是这个标这样的涂鸦出现在 核酸检测亭上啊是一个挺就 怎么说可能在欧美地区有这样的涂鸦是我们可能都看习惯了但是在 中国出现一个这样的涂鸦 其实他涂鸦的字面上有这样的含义呃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冷门的 对或者说这个也引起了就是无论这个标语有怎么样我们觉得有怎么样的普通但是他这个标语在中国的社会上是不普通已经引起了热点讨论 嗯那么除了这两个 呃核酸亭上的标语之外 还有 一个 更像是行为艺术的标语就是 呃在不同的核酸亭上或者是不同的墙面上喷上一个字 然后有就是有图片显示呢这些字连起来就是啊三年以麻了这么一个这么几个字那么 还有人发了一张 地图 就是望京地区的地图显示了不同的标语 的这个地理位置 那我不知道这个连起来是有什么含义啊 三年活以麻木了 是的 木料 啊对 这是一个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行为艺术的事情 把他连起来会是个什么形状那么这个形状可能也有会不会有不同的解读 再考虑到 这个标语又出现在 北京望京对啊这是北京这么一个天子脚下天子脚下 所以 哦当然我希望这个 制作这个标语或者制作这个涂鸦的人不要被找到 就是被找到了的无非就是寻衅滋事或者是说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那种治安定罪 对那么这 这个 川渝的热浪导致限电危机加剧 以及 上海中考泄题 还有现在的这个北京涂鸦 就是我在整个周末 关注到的三件 比较值得 关注或者讨论的三件小事 也的确是啊 那么有关于中国社会新闻 小阳门我们进行了非常全面的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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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